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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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确的运动方式可以健身 而错误的运动方式可能会损害我们的健康 而我们专事帮的粉丝小文 就是因为错误的运动方式而扭傷了脚 而我们专事帮也带着我们的粉丝小文去医院 看看他的脚为什么伤害之后这么久都不好呢 但医生就说之所以这么久都不好的原因 是因为小文在扭傷了脚之后的处理方式不对 究竟我们在运动之后如果扭傷了脚的话 应该怎么处理呢 下面来看看专家是怎么说的 为了确定小文的划关节究竟是什么回事 医生先和他做了初步检查 我们检查踝关节认态有没有损伤 或者踝关节慢性不稳 我们一般有两个非常经典的实验 一个是叫踝关节的前抽屉实验 左手握着他的小腿 然后另外一只手握着他的后面的鞠骨 就是后跟那里然后向前抽 如果我向前一位大于三毫米的话 就是证明他鞠骨前任代是有损伤吧 第二个实验叫内方那个硬地实验 我的一只手左手握着他的小腿 主要是踝关节上方一点 然后另外一只手呢 就握着脚吧 向内甩 我们正常的那个踝关节的一个肘区的话 基本上是10到20度左右 如果他大于20度 这边就证明他外侧的一个鞠骨前任代是有损伤 给你做了两个 内方阴力实验和抽屉实验都是阳性的 所以我觉得你怀疑你任在损伤可能性比较大 银带是维持关节稳定性的重要组织 正常情况之下银带紧密围绕着关节周围 保持关节在一定范围内活动 如果银带损伤 这样关节的活动范围就会变大 小民的画关节活动范围都比正常人大 就有可能是银带损伤了 经久不锐的时候 你可能要去拍一个核磁 看韧带的一个神伤情况 如果韧带神伤不是非常严重的时候 可能保守治疗 我打一些直距固定两个月左右时间就OK了 如果韧带神伤非常严重的时候 我可能就要做一个关节精的微创手术 进行韧带的一个修补 然后你才能重返运动 我们的粉丝小民一年前已经扭伤过脚腕 本来以为这次扭伤跟上次一样 自己处理一下就OK了 谁知自己的处理方式也都是有问题 受伤之后呢 有没有到医院去做个检查 或者自己在家有没有做过什么处理 没去医院检查 就自己用热毛巾热剥两个 有没有用些红花油涂一涂就对的 有 问题就出在红花油上面了 红花油的主要成分 其实就是活血化育液的作用 然后呢 你的怀管节扭伤之后 为什么会肿 是因为你皮下的一些微小的血管神伤 如果你再用一些活血化育液的药物之后呢 它会让你肿胀 血流更快 再低 第二 你用了红花油之后 你会情不自禁地用手去按摩 去推它 你推它的时候 又加重它周围血管的那个神伤 它生缓更加不好 肿胀也会更厉害 可能你的韧带可能只是轻微的神伤 如果你一推一按 可能你的韧带神伤的程度会更重一点 运动场上边 如果画关节受伤 记住五项原则 第一 休息 停止走动 正止休息 第二 冰敷 急星期24到48小时之内 采用冰敷的方式 48小时之后 才采用热敷的方式 第三 加压 可以用弹力崩带 加压 包扎 减轻 肿胀 第四 抬高触步 高于心臟 增加血液 回流 促进恢复 第五 及时就医 如果处理不当 就可能和粉丝小民一样 经常咬柴啊 专家指出 通过锻炼关节周围的肌肉 增加关节的稳定性 能够减少关节受伤的概率 动作一 鼓四头肌 收缩训练 两块肌肉尽量分开一点 两个腿分开一点 然后再两个肌肉 强力地收缩 收缩的时候 在最大的一个状态的时候 你要停留十秒钟 坚持十秒钟 十秒钟之后 然后就放松两秒钟 就这样 动作二 滑崩屈身运动 慢慢勾起脚尖 尽量令到脚尖 朝向自己 保持十秒钟之后 慢慢下压 保持十秒之后 放松 动作三 静蹦训练 这个是高效的 膝头的保护训练来的 能够刺激 和增强大腿肌肉力量 我们两个脚 靠墙 然后我们的双脚打开 打开跟我们两个肩 是相当的一个宽度 下分 我要等到九十度 大概就是这个位置 感觉到酸脚的时候就对了 大概坚持十秒钟 动作四 提早训练 双手伸直 与肩宽 置于姿差物上 双脚脚后跟 尽量向上提起 注意保持上身竖直 坚持十秒后下来 足根着地放松两秒 在这里也要提醒 各位喜欢打羽毛球的 街坊朋友 在运动之前 一定要做好这个热身运动 同时要选择专业的场地 还有我们要准备好 这个防滑的鞋和运动衣 而在运动过后 也要记得补充水分 做好这些准备之后 这样才可以减少 我们在运动过程之中的 损伤概率 如果真的发生损伤的话 我们也都不要 立暖地去处理 一定要听从医生的指引 同时如果电视机前 各位观众朋友 还有任何健康移民的话 也可以锁一锁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的微信工作号 并且后台留言的话 我们将会邀请全省的名医阵阳为理 踏而解画的 影视专事帮 影视生活 由我帮